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9号 这台是我们的自动粘合机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样品 这个是粘合机装的口罩 粘合机可以装化妆品 所有粘合的生活用品全部可以用粘合机装 这是用点胶机做的 装合机有两种 一种擦合的 一种点胶的 这种是点胶的 这是30个儿童口罩 那看一下我们的牛层 然后他首先是从这个 把这个尿要放到这个送料袋这个里面来 这个上面是一个感应器 感应的里面有一个尿 这个中间是个间距 然后这个上面是放那个盒子的 放盒子的尿 然后他会用这个吸盘 这里有个吸盘 他这个吸盘 会把它吸上 吸下去 对吸下去 来了 他这里感应到有尿 他这里推进去 他是 他是 他是这里面的感应器是吧 对 这里有感应器 嗯 就感应到燃料了 嗯 这里面有料了 那么他这个这个推杂 他就把它推进去 把那边推进去 推进去 他一感应到燃料的同时 他会把这个盒子把它吸下来 嗯 看看这个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是显示屏 在上面可以操作 所有的参数 自动模式啊 呃 占领了 然后你的盒子 你要求一分钟达到多少个啊 我们正常点交机的就是40到45个 啊 啊 速度啊 这里有个效率嘛 啊 嗯 对 但是你这边放量来不宜 放不及的话 就25个 20个十几个都可以 可以速度快慢了 然后他这个过来的时候 他过来他会把那个盒子 慢慢的把它夹成那个方形的 因为把那个料夹成方形的 从那里插入进去 从这里 这是点椒 点椒口 这是射嘴 你看那边有一个射嘴 它会喷胶出来 两边射嘴 射胶的 点椒的 也不叫喷胶 它喷一滴 点一点点在上面 然后他用这个 把那个盒子把它分口 然后从这里挤压出来 这个是点椒机 我们配的那种点椒机 这些是靠温度那边 对对 它这个温度到时候啊 因为起温的时间 基本上要20分钟左右 就把这个温腔一温腔二的那个温度 起来到160度或者150度 然后它自动会保温在后面 起温的时候 那个耗电量比较稍微高一点 后面就没 不用什么耗电量了 嗯 那这里是出尿的那个 出沃黑的成品的那个地方 从这里挤压出来 就从这里出来 对 然后没有尿了 呃 假如这里 嗯 没有那个 这个地方 如果说没有盒子啊 这个上面都会报警的 它这个门盒子有感应性吗 有有有 它自动感应 它这个上面 这个就是报警灯了 这个会报警的 那看一下我们的电箱 嗯 这个电箱就是这个就是自动 这个是加速的 自动加速的那个电源 对 对 这种是电箱是前全部统一标配的 好 好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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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啊